大家好,今天我们去讲一下六窑基础课程的第五课时 今天我们来去讲一下六亲 那么六亲可以是我们初学六窑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知识 因为它会代表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和我们有怎样的关系 那么六亲分别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生我者父母,我生者子孙等等 那么现在第一个生啊,同学们千万不要把它单单的列为生育生养 这个并不是这里面生所代表的含义 想一下我们之前所讲的五行生课,什么叫了生 生代表照顾,代表庇护,代表养育,代表养育,代表对什么好,给予力量等等啊 这些它都是生能够代表的含义 所以说怎么样,现在生我的,对我好的,能够照顾,庇护我的 这样的人呢,我们用父母这个六亲来去表示 那现在父母能生我,我同样也可以生啊,我生者 现在我所生的,我所照顾,我所庇护,我愿意对他好的 这样的人呢,我们会用子孙来去代表 那么再往下,我克者为妻财 那么这个克呢,同学们同样不要把它列为伤害 这个妻财呢,我们之前在课上简单提了过 妻就是妻子,财就是财产 你不要说老师,我所克的,我所打的,都是妻子 这个不可以啊,这个家暴,家暴是犯法的 这个不可以了,这个克呢,你可以怎么理解呢 例如战友,拥有,约束,管理等等啊 这些都是克能够代表的含义 那么这个妻财当中的妻怎么理解啊 比如说我们讲,窈窕淑女,君子好球 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大家都很喜欢她 那么现在怎样,比如说能够追到这个女孩子呢 你们比如说,好几个竞对手要互相表现 看看谁最终能够得到这个女孩子的信赖 所以说呢,你想要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 需要跟别人竞争,需要和别人比拼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妻在这里面所代表含义 那么财也是一样的,这个财呢,好比说 现在比如说公司一笔业绩,或者一个单放在这里了 那么你们谁有能力产承,这个钱就是谁的 谁有能力产承,谁能去拿下这笔生意 那么好,这个钱是你的 你可以通过这个点理解克 那么同样呢,克也可以拥有 什么意思啊,比如说这个器材 这个女朋友是我所拥有的,是我的 你不可以,钱也是一样的 钱是我辛苦,你不能花我的钱 同理啊,所以说我克的器材 我所占有,我所拥有的 这个是我的钱,我的钱 那么再往下,克我所官鬼 这个克呢,怎么理解呢 同样,我们想啊,这个这个 官大一级一家死人 官,他就是管人的 所以说,官者管也 官者管也,官他就是管人的 所以说呢,比如说呢,领导 那上司,对吧,你看很不爽 私底下偷偷和那同事啊 偷偷和那好朋友,吐槽他,去骂他 但是呢,他同样你是领导 他同样也是可以管你的 那么这个官鬼的官 除了代表这个领导之外 在这个白娘子里面 白娘子呢,管许先叫做官人 所以说呢,这个官呢 有代表老公啊,代表男朋友的含义 那么官鬼,官鬼 除了官之外,还有鬼 这个鬼怎么理解呢 这个鬼呢,同学们不要把他 单单想作是那个飘起的 那个阿飘 跟这个鬼其实,并不是这个 这个鬼啊,你可以把里面栽 一些货,一些忧愁,烦恼 这些都是让我不开心的 让我不爽的,这些忧患之士 他呢,都是官鬼呢,能够去代表的 那么再往下,笔合者兄弟 这个笔合呢,同学们可以把台队 就是肩并肩的 同辈之间呢,我们用兄弟来去表示 这种辈分相同的 他呢,就是兄弟 那么来看,现在我们所讲到的六亲来看 父母,子孙,七才,官鬼,兄弟 哎,一共是怎么样,五个 说老师,你可别欺负我没学过啊 六亲六亲,光听名字 他六个,你怎么还讲五个呢 还怎么偷偷藏一个呢 啊,我跟大家讲 其实呢,缺点一个,他是什么呢 他就是我 啊,就是我 就好比说啊,这个小时候家里让你手术一样 比如说到了晚上吃饭时间 然后呢,比如说,还给你讲了 看看今天晚上几个人吃饭呢 对吧,我们好拿完 那么来看一下 比如说啊,你扫了一圈 比如说家里面有爸爸妈妈 有爷爷奶奶 啊,还有哥哥 你说五个人吃饭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 家里应该笑好你了 你自己不吃饭吗 那么,所以说数数 不要把自己给落下了 那么还剩下最后一个 第六六亲呢 他就是我 但是呢,此我非彼我 这个我呢,并不是正在讲课的我 也并不是各位学习的同学们 这个我呢,你可以把它立为是一个标准 用一个专业点 所以来说呢,他就叫做太极 什么意思啊 要为一样的我来去产生其他的六亲 父母是谁的父母 子孙是谁的子孙呢 就好比说,我们举例子 同样是一个人站在这里面 如果说A,比如说A可能管叫儿子 B呢,可能管叫老公 那么怎么样 不管是叫儿子还是叫老公 怎么样,说的是不是都是这一个人呢 都是这一个人 所以说呢,现在同学们注意啊 他,你要看站在哪个角度 站在哪个这个这个太极点 来去进行判断的 这个太极点,他就是我 那你吧,所以说他怎么样 既扮演儿子的角色 也扮演老公的角色 他是同时具有的 那所以说你不能讲 因为他父亲管他叫儿子了 那么大家都管他叫儿子 那这肯定不对啊 这肯定不可以 对吧,所以说要围绕着我 围绕太极来去分析 那么这个太极,这个我,他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他呢,就是我们在第二节课 所去讲到的六十四卦 他所定的五行属性 注意听啊 六亲当中的我 他代表的是六十四卦的五行属性 我们之前呢 在这个第二节课 六十四卦呢,也跟大家去讲了 六十四卦不用背 但是呢,需要同学了解两项内容 这里面就要用到第二项了 第一项是我们上节课讲那个 咱们排盘第一个八成卦 就是第一个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用到第二个点 什么呢,来看 钱,他是一个五行属金的 对吧,那么好 钱宫里面这八个卦 他的五行属性和钱一样 都属金 一样的 现在老师,钱宫里面有哪八个卦呀 这个点我们在第四课讲过了 但是呢,不要求在了背 只是要明白 他像走楼梯一样 从下往上 再从上往下就可以了 这个简单了解即可 后面会交代一些简便方法 来去方便他们记忆和掌握 那么再比如说 好,正是属木的 正宫里面八个卦都属木 昆氏属族的 昆公里面八卦都属土 同理啊 这个属什么 他就是六十四卦的五行属性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到的 六亲当中的我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六亲当中的我 所以说这个父母 谁的父母啊 他是按照卦来的 是卦的父母 子孙谁子孙呢 是按照这个这个 卦来的 都是以卦为标准 来据经判断的 来判断的 所以说呢 他们的关系是怎样定呢 同样是按照五行生刻的角度 来据经定义的 所以说虽然这个是一个六行割章啊 但其实呢 说白了 还是五行之间的生刻关系 那么好 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把它放到某卦象当中 比如说 这个口就没有讲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 前卫天卦 那么好 我们之前讲过了 前卫天第三课 我们讲过 怎样把这个阴谣 阳谣排到卦象当中 然后呢 在第四几课 给他讲了魂天甲子 教大家怎样把这个天干的地支 排到卦象中 同理啊 我来讲 这个魂天甲子不需要背 不需要背 后面会教简便方法 包括适应 我们上天可以讲到了 同样不需要背 同样不需要背 那么好 今天我们就来讲 怎样把我们这个什么子孙器材 这样六七排到卦象当中 我们来看啊 现在前卫天 那很明显嘛 上前下前 他是前弓的老大哥 那么他是属于前弓的关 那么好 既然在前弓 前的五行属性是金 那么前弓天 他的五行属性就是金 也就代表六七当中的我 他就是金 六七当中的我 他就是金 那么好 现在我们已知 初遥是一个子水 初遥是一个子水 那么好 他的六七应该是什么呢 来看 他是水 那么他跟我 跟那个金来比的话 金是生水的 他是他怎么样 被我所生的 我所生的是什么呢 我生者子孙 所以说初遥 他就是子孙 那么连在一起 他就叫子孙子水 二遥 二遥我们已知啊 是银木 那么好 现在银木 我是金 金是克木的 金是克木的 我所克的 我所克的 为七才 所以说呢 二遥他是七才银木 同理啊 三遥是个土 土根基什么关系啊 土生金 生我的父母 所以说呢 三遥 他是一个父母神徒 其他的同理 其他的同理 就是按照我们六七的一个 生克关系 来去进行定义的 说白了 还是五行生克啊 那么好 我们再来简单练一个 比如说啊 比如说 这个 天风构挂 天风构挂 我们怎么去排呢 来看啊 现在我们这个 后面这些 都明白了 我们简单去 给他涂掉啊 同学们可以呢 自己去简单练习一下啊 假装看不见啊 我们去练习一下 那么好 比如说 现在我是个土 我是个土 那么他是什么 我们先要去确定 这个挂 他的五行属性是什么 那么天风构挂 他其实啊 一眼头就能看到啊 他上前下前 那么只是怎么样 跟前挂改变了初遥 所以说呢 他肯定是我们 前功里面第二个挂 由前为天改变初遥 得到的天风构挂 所有熊呢 他同样是个前功的挂 前功五行属金 也就代表 我是属金的啊 我是属金的 那所有说怎么样 现在我是土 我是土 抱歉 我是金 那么初遥是土 土生金 我生者 他是生我的 现在生我的怎么样 土是生金呢 谁会生我呢 谁会照顾你 庇护你 照顾你呢 所有熊呢 要看父母 初遥呢 就是父母仇土 我们再跳一个 比如说 他是金 我是金 你也是金 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对吧 这种什么 叫做比肩者 比肩者兄弟 比何者兄弟 同理啊 那么好 赞往下 火 我是火 火跟你什么关系啊 火克吉 对吧 谁会管你 谁会约束你 我们讲了 观者观也 观大一击压死人 那么他就是管人的 所有说呢 他叫观鬼无火 观鬼无火 其他的同理啊 这个点他们掌握了 就可以了 就是所有的六亲 都是按照五行生客 来去经牌的 那么好 赞往下 我们来去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知识 就是六亲间的关系 它真的很重要 我们来看 六亲有怎样的关系呢 兄弟生子孙 子孙生七才 七才生官鬼 官鬼生父母 父母生兄弟 这是一个五行相生关系 说说这是啥呀 我给来简单退一个 退一下 来看 比如说 我们随便举着的 假设 我们现在搞一个离拱的瓜 那么离 它是属火的 也就代表 六亲当中的我 它属火 我属火 对吧 那么五行上 火是生土的 五行上 火是生土的 没问题吧 那么现在 我所生的是哪个六亲 我生者 刚才呢 都是去给大家举什么 给大家六亲 让大家说五行 现在反过来 给大家五行 来告诉六亲是什么 现在我所生的 我生者是不是子孙呢 所以说 他这个子孙 葬虾 火是克金的 我所克的 我所克的是哪个六亲呢 同志们可以思考一下 把这个答案 想一想 我克着为七才 我们讲了 现在你需要去争夺 需要去拥有 需要去战友 我克着七才 葬虾 水一克火 水是克我的 水一克火嘛 对吧 五行关系 水一克火 所以说呢 克我就是管鬼 官 他就是管人的 克我就是管鬼 葬虾 木生火 木生火 谁会生你啊 谁会照顾你啊 所以说是父母啊 生我这回父母 没问题吧 那么现在是一共五个啊 还缺一个 就是一个比何者兄弟 兄弟是跟我的五行 属性的一样的 比何者兄弟 那么好 我们葬下来看 现在我生者是子孙 我生的是子孙 兄弟跟我的属性一样 我生子孙了 兄弟是不是一样生子孙呢 兄弟是不是一样生子孙呢 葬下 子孙为土 七才为金 我们来讲的 对吧 子孙为土 七才为金 现在五行上 土是生金的 那么六心上 子孙呢 他就一定是生七才的 七才为金 官鬼为水 五行上 金生水 六行上 七才呢 必定生官鬼 官鬼为水 父母为木 五行上 水生木 六七上 官鬼呢 必定生父母 怎么样 父母生我了 生我的父母嘛 那么他同样 怎么样 会生到和我属性相同的兄弟 父母呢 他一定是生兄弟的 父母生兄弟 那么好 我们再来换一个 来去看一下 这个相克的关系 怎么样 兄弟克七才 七才克父母 父母克子孙 子孙克官鬼 官鬼克兄弟 这一点怎么去推呢 怎么去理解呢 来看 现在我是火 我克这为七才 对吧 我克这为七才 那么现在兄弟跟我的五行属性一样的 我克七才了 兄弟是不是也必然克七才呀 兄弟也必然克七才 那么七才为金 父母为木 五行上 金克木 那么好 六行上 七才呢 必定是克父母的 七才 必定是克父母的 父母为木 子孙为土 五行上 木克土 六行上 父母呢 他一定是克子孙的 父母他一定是克子孙的 怎么理解 我们再往后 现在子孙为土 官鬼为水 五行上 土克水 六行上 子孙一定克官鬼 子孙一定克官鬼 官鬼克我了 对吧 官鬼克我的官鬼 那么怎么样 他同样会克到和我属性相从的兄弟 官鬼他必然也是克兄弟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六行间的生克关系 能理解 那么现在 他是按照五行生克推导出来的 关于六行生克 同学们要去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刚才提到了 现在所谓的六行 其实呢 就是五行生克 对吧 就是五行生克 那么五行生克 他的关系 一定是固定不变的 怎么样 就是火 永远生土 土永远生金 金永远生水 这个关系是永远固定不变的 那么怎么样 由五行生克 所推导出来的六行的生克 六行的关系 他一定也是固定不变的 就是五行生克固定 六行的生克 他也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就是怎么样 兄弟永远生子孙 子孙永远生金财 父母愿客子孙 子孙愿客关鬼 他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同学们需要理解 需要讲我 好吧 那么好 这个点我们讲完之后 我们再往下走 来去讲一下 每个六亲呢 他所代表的含义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六亲 他不仅仅的 单以的 只代表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么一点点 那么一丢丢东西 同学们想 我们人回了世上 可不仅只有刚才 我们所提到的爸爸妈妈 什么兄弟姐妹 什么孩子 男朋友女朋友 除了这些 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的 对吧 咱们别的不说 就说比如说 我们人回了世上 就这个光亲戚的举例子 什么三姑六大爷 远方表亲 多了去了 对吧 各种烦恼的忧愁之事 也多了去了 所以说我们预测 他不仅仅 只是预测人际关系的 在第一课 我们讲个点 叫做六摇测万事 六摇测万事 什么意思 就啥都能测 啥都可以测 所以说 现在我们生活 当中一些其他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举一些 简单例子 比如什么车 什么动物 什么书本 包括我们说的一些 比如现在所学的抽象东西 比如知识 知识 文化 学历 包括我们一些 高薪科技 等等 这些其实都会在我们六亲当中来去表示 来回体现 来回体现 那么什么意思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第一个六亲 父母 他不仅仅只代表我们的父亲母亲 不仅仅只代表父亲母亲 怎么样 要从他的定义上来去理解 什么叫父母呢 生我这父母 生我这父母 我们要去体会生这个字 但凡生我的 对我好的 能够避护我 保护我的 我们怎么样 都会用父母来去表示 都会用父母来去表示 那么好 我们看 有哪些 比如说书上写的 什么祖父母 伯 叔 姑 姨父母 凡在我父母之上 或与我父母同辈之亲 什么支掌 什么岳父岳母 等等 这些三父八母 古代那些三七四妾 他都论出的 所以说这么长 他其实只表达了两字 父母他贩指长辈 什么意思 不管是我们男性的长辈 还是女性的长辈 我们都用父母 这个六亲来去表示 父母他贩指长辈 那么同样 还有什么呢 天地成诚 我们一会讲 来看 还有什么呢 有一些衣服语句 老师 这个为什么也用父母来表示呢 对吧 我们刚才提到了 要体会生我者父母的生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假设啊 我们现在冬天 冬天很冷 我们穿衣服 可以为我们预寒 抵御寒冷 不让我们挨动 所以说呢 这个衣服 它也是生我的 也是庇护我 对我好的 外面下雨了 我打把伞 可以让我不受雨淋 不受雨淋 所以说呢 这个雨伞 我们也会用父母 来去代表 但凡生我者 包括天地 城池 为什么城池会代表呢 比如说 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 避免野兽的侵袭 太生我的 也是避火的 包括一些 墙园 小野兽 都是屋子了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零罗布匹 杂货 等等啊 那么好 再往下 下面呢 父母有个非常重要的知识 父母呢 他是泛指文星的 父母他是泛指文星的 所以说 跟考试成绩相关的 都会用父母来去表示 包括跟文书信息相关的 也是父母来去表示 比如说 我们刚才提到的 学习成绩 知识 学历 文凭 学历文凭 这些呢 其实都会用父母呢 来去进行代表 都是父母 那同样呢 还有一些文章 比如说 我想测一些文章 能不能在某个开上发表 文章 也用父母来去表示 同样这个文气 文气就是我们现在 所讲的契约呀 合同啊 这些啊 他是能够代表的 为什么呢 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 会去签合同呢 什么时候会有这个契约呢 什么时候 比如说 跟他人合作的时候 合伙作生的时候 要去签合同 那么好 这个合同干嘛呢 是为了保障双方利益呀 保障双方利益呀 所以说 比如说我们签的劳动合同 对吧 是为了保障我们个人利益呀 所以说呢 他会用父母来据应表示 他是生我者 对我好的 保障我的东西 好吧 来看 后面写了 物类亦多 在人通便 一切 必及我身者也 说说呢 这个书上写的很明白 现在这个六亲呀 他所代表含有很多 对吧 你不要去把他学词了 要去变通 要去理解 怎样去理解呢 一切必及我身者 说说呢 现在父母谣 包括我们所提的六亲 他可并不是什么父母官鬼 这个他并不是六亲 你要怎么去理解 要怎么体会呢 要去体会的定义 比如说 父母呢 他其实啊 真正的含义 叫做生我者 官鬼 他叫客我者 所以说呢 这个父母官鬼啊 等等啊 就像我们之前 所讲的五行是一样的 怎么样 我们的先人 为了方便留权 于是用这些生活当中 看得见的摸得着的 方便我们出去来去了解 方便认识 但是呢 你不能用它来去理解 对吧 就好比说 老师五行木 它就是大树 就是植物 对吧 片面了 不对了 同样 说老师 父母呀 就是父母 同样也不对 对吧 所以说呢 要去体会他的本质含义 为什么这么地的 能够帮助我 避火的 他都是父母 可并不单单只父母亲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说呢 这些父母啊 官鬼啊 只是把这些抽象的关系 只是把这些抽象的关系 用这些现实的东西 来去表示而已 但是呢 你不能它来去理解 那对吧 这个是父母呢 他能够代表含义 然后呢 我们再补充几个 这个书上没有讲到的 比如说呢 父母有非常重要的点 它呢 代表交通工具 父母代表交通工具 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 我 离单位啊 比如说有点远 比如说五公里 那么如果说 我要走路去上班 对吧 很浪费时间 而且很慢 很慢 而且还要早起 我起不来 那所以说怎么办呢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打车 去上班 或者坐地铁 去上班 所以说呢 他会省时省力很多 省时省力很多 他也是生活者帮助的 那么同样呢 父母他还会代表什么呢 如果说 当我们再去测 这个和天气相关的 卦象当中 父母呢 代表雨 雪等天的现象 这个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能测 明天会不会下雨 其实呢 就要去分析 卦里面的父母腰 那你同时可能想到 说老师 那什么时候会代表下雨 什么代表不下雨啊 这个点 我们后面的讲 不用着急 现在父母 你就要知道 我们要去看下雨 要去看父母腰 到底什么情况会下雨 什么情况不下雨 我们慢慢学习 不用着急 我们慢慢来 好吧 那么所有熟呢 要去明白父母 生我者 生我者 但凡是这些呢 都会用父母来去表示 下面我们来看 观鬼腰 那么观鬼呢 他代表什么呢 代表公民 比如古代 他们要这个 考取公民 比如说这个 什么电视啊 会视啊 等等啊 各种考试 那么考取公民 那么现在像我们这个 观鬼呢 他更多其实代表 我们的事业 工作 观运 仕途 观运 仕途 等等啊 比如说我们举例子 现在我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我想看我能不能当上主管 能不能当总监 去分野观鬼啊 我现在是这个这个单位的小客员 我想看我能不能当初找 能不能当初找 能不能当初找 等等啊 这些呢 我们同样要去看观鬼 观鬼就只能观运 就是你事业 用它来去代表 好 再往下 来看 观鬼呢 他会代表官府 啊 官府呢 就是古代一些官方的国家的机构 啊 所以说呢 这个观鬼啊 他会代表古代那些东西 那么同时呢 观鬼代表雷霆啊 雷霆 就是比如说打雷 雷震雨啊 这个雷呢 就用观鬼来代表 来代表 那么这个雷呢 其实用比较少啊 这个这个观鬼呢 更多是用电比较多 观鬼代表电 这个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家里停电了 什么时候会来电啊 说老师我在城市里面 家里很少停电 基本不停电 那怎么用呢 来看 这个同学要去打开思路 如果说某个设备坏了 要看是不是电路方面问题 导致它不好用了 导致它呃 这个这个呃 不起作用了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 看这个呃 电所代表的 观鬼呢 就是代表电 如果说是观鬼出现问题 那很有可能呢 就是电路方面出现了问题 好吧 下面代表鬼神啊 那神神鬼鬼东西 葬下七瞻夫 那么记得给他去讲一下 这个七瞻夫呢 其实啊 他是指但凡女侧姻缘 但凡女侧姻缘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管你是 比如说啊 不管你是说 策刑的男朋友也好 策刑的相亲对象也好 策刑老公也好 策刑前夫也好 啊 不管什么 只要是但凡女侧姻缘 只要是女生策一个男生 说感情那个事情相关的 都是用观鬼来去代表 女侧姻缘啊 都会用观鬼来代表 不管结婚结婚啊 不管离民离婚 都用观鬼来去判断啊 代表那个男生啊 这个男生 同样代表乱臣贼子啊 就能造反那些人 乱臣贼子 同样呢 在把贼盗啊 就是小偷良上君子 然后邪催啊 一些不好的啊 这些全用观鬼来去表示 同样物类异多 在人通便啊 一切拘束我身者也 所以说呢 这个观鬼啊 他并不是这个这个观鬼 而是什么呢 刻我者 刻我者 所有时候我们之前讲过 义它的本质就是变 同学们学乙学 千万不要去死记硬背 因为你背 它永远是背不完的 六亲它会代表 我们生活当中的万事万物 包括我们后面会出现一些 更加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举例子 你在古代 他会想到一些 什么高铁飞机东西吗 想都想不到 想碰到的资格不到 对吧 他是超出的认知的 所有时候怎么办 对吧 你要去体会 父母有什么含义啊 父母有交通工具的含义 所有人 不管什么火车 高铁 轮船 但凡是交通工具 我们都用父母来代表 所有时候呢 同学习义学 一定要怎么样 要去明白本质含义 而不是要被人的表象 被人的表象没有意义 而且呢 你根本也是不理解的 所有时候呢 你要去明白 在人通便 要去理解这个含义 它真正的本质 它真正代表的东西 是什么 这个是需要他们 真正去掌握的 这个才是学义学 好吧 我们再往下 来看下面 兄弟姚 那么兄弟呢 来看什么兄弟姐妹啊 足足兄弟啊 这些等等啊 什么什么 结拜兄弟啊 这些兄弟来去进行代表 所有呢 这个兄弟姚啊 它就是代表 同辈之人 同辈之人 同辈之间呢 我们都会用兄弟 来去进行代表 这个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 而且呢 就是比如说啊 在单位 就是农事 在这个学校里面 就是同学 这些呢 我们都用兄弟姚啊 来去进行代表 而且这个兄弟姚啊 它可并不是 我们现在所说的 说好兄弟 好哥们 这个兄弟啊 这个兄弟呢 他是既代表男生 也代表女生的 既代表兄弟哥们 也代表好闺蜜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兄弟姚啊 既代表男生 也代表女生 同学们千万不要说 还只是男生 不对啊 既代表男生 也是女生 兄弟乃同类之人 比德智 则欺凌 见财则夺 所以说呢 瞻财物 以此为劫财之神 这个点怎么理解呢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我们假设啊 假设 我们随便说一个木 随便说啊 比如说现在我是木 我所刻的 木刻图 我所刻的为器材 那么现在怎么样 跟我五行相同的 我们讲了 比何者兄弟 所以说呢 我是木 兄弟啊 也必然是为木 对吧 那么现在我刻的为器材了 兄弟怎么样 也必然刻器材 兄弟也必然刻器材 所以说 这个这个 他会刻财 他是劫财之神 他会刻财 所以说呢 兄弟有一个代表含义 就是一个破号 花费 结财 一些破财 要去花钱的事情 我们用兄弟呢 来一起代表 兄弟为破号 花费 结财 这个呢 是比较重要的 同学们要去记一下 那么同时 兄弟刻器材 刻的财 同时呢 也会刻器 这个器 孙老师 刻器是那个刻器吗 不是那个刻器啊 跟他没关系 这个刻 同样 你怎么理解啊 比如说 比如说 当我们再次和感情相关的事情 当我们再次和感情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 男策姻缘 男策姻缘呢 就用器材 来去代表那个 那个女朋友啊 老夫呀 我们一会讲 啊 器材代表那个 那个那个女孩子 那么如果说 注意听啊 重点来了 如果说啊 现在 在 男策姻缘的挂想当中 兄弟也要 和我们器材 产生了一些不该有的 特殊的 不太好的关系的时候 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 和啊 比如说 沐浴 比如说 入木啊 等等啊 我们后面会学到很多很多关系 代表呢 怎么样 这个兄弟啊 他会跟你的器材 跟你的女朋友 产生一些不该有的关系 这个时候兄弟啊 他就代表隔壁老王了 就代表第三者了 他就是一个 有问题的 所有时候呢 同学们 要去注意啊 要注意 现在这个兄弟啊 他有代表这个第三者的含义 但是呢 我来继续讲 并不是说 所有的兄弟 都是说出轨了啊 看到兄弟说有问题的 不是的啊 不是的 刚才我们讲到了 这个兄弟啊 代表很有很多 就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思考 你在工作 或者在学校里面 会不会用异性同学 异性同事 那肯定会有 什么有啊 对吧 所以说 现在如果说 你跟这个异性的同事 保持着正常 正常的一个同事关系 那不叫问题 那没有问题 正常的 对吧 不能有任何 这个这个 不能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如果说 跟这个同事啊 有一些超出同事关系的 一些不该有的关系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兄弟啊 他才是 各位老王 才是给你戴帽子的 对吧 所以说 同学注意啊 这个兄弟 一定是要跟代表女朋友呢 产生那些不该有的 超出正常关系的时候 他才叫第三者 千万不要说 老师 我看到兄弟 就是第三者 这个好比说 老师 我看到五行木 就是大树 这肯定不对啊 肯定 看到父母羊 就是父亲母亲 不对啊 不对的 不一定的 搜索呢 要去分析卦象 要得看他有没有 产生一些特殊的 不该有的 超出正常关系的时候 他才是一个 这个这个 第三者啊 第三者 那么同时呢 兄弟啊 也会有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 比如说 你是一个 呃 卖酒的啊 卖酒的 那么现在 比如说旁边 隔壁也是卖酒的 那么好 你们是一个 互为竞争关系 兄弟呢 有代表竞争对手的含义啊 竞争对手的含义 赞五下 詹谋士 以此为组阁之神 这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 比如说啊 在一家公司啊 公司呢 有很多小组 有很多部门啊 部门里面有很多 很多员工 比如说这个部门 那么好 现在有很多员工 那么员工上面 可能会有领导 比如说 这是一个部门主管 或者什么总监啊 结果呢 这个怎么样 这个主管 他升官了 升职了 那么好 现在主管的岗位怎么样 是不是控出来啊 控出来之后 怎么样 大家肯定互相都想竞争啊 都想去当你主管 那么好 比如这是我 如果说 没有这些同事存在 我这些升官了 我这当主管 对吧 但是因为有你们存在 我需要和你竞争 需要和你比拼 对吧 需要跟你比业绩 看看谁 比如说啊 给公司呃 带来更大业绩 或者更那个 更有能力 对吧 我要进升 对吧 所以说 没有你啊 没有你们 我这些升官了 有你们需要跟你竞争 所以说你们就怎么样 就是我晋升主管之路的 一个阻隔 一个阻碍 所以说呢 兄弟 往往代表阻隔 阻碍 门槛 等不顺畅之势啊 这些呢 是我们兄弟 经常会代表的 那么同时呢 呃 詹七谢必谱 以此为刑伤克害之神 就是刚才讲的 竞争对手啊 隔壁老王 第三者 这个呢 就是我们兄弟啊 经常会去代表的含义 那么同时呢 再给他补充几个 其他的 这个兄弟啊 往往呢 代表替代品 替代品 比如说 甲织 甲牙 甲发啊 等等啊 这个呢 也是我们兄弟呢 能够代表的 他是一个替代品 替代品 那么同时呢 当我们再次和天际相关的 卦象当中 兄弟啊 为风 兄弟代表风啊 这个我们可以举记一下 那么好 我们再往下来 下面七才有 那么七才呢 为我克者 我克者七才 那么他有怎样的含义呢 他会代表哪些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啊 詹妻妾啊 就是呃 刚才所讲的男策姻缘 刚才跟那个官鬼一样 官鬼女策姻缘啊 七才是男策姻缘 只要是跟感情相关的啊 不管是呢 女朋友也好 你的暗恋对象也好啊 或者某一个相亲对象啊 你的老婆也好 前妻也好啊 只要是男生 在此感情相关的 那个女孩子 他呢 都是我们用七才来代表的啊 都是七才来去代表的 那你吧 这个比较简单 好 我们再往下 碧仆啊 这个呢 去讲一下 这个因为是古籍嘛 曾山不一定是古籍啊 他都是之前的一些情况 所以说古代有那些 三七四七也好啊 包括那些下人啊 这个这个奴仆也好啊 所以说他来去代表 但是呢 我们现在啊 人人都是平等的 没有那些仆人啊 浪漫其糟的啊 但是呢 毕竟是古籍 我们来去看一下 当时他的环境下 在当时那个背景下 他是怎样定义的 那么其实呢 在古代那个时间 这个这个这个下人 这个壁仆啊 他的他的地位很低啊 可以说跟那些 跟那些牲畜 都差不多是一个地位的 因为比如跟那什么 牛啊羊啊 都是一样的 经常有一些啊 这个用牛用羊 来去换换这些仆人的情况 那么这里来去讲一下 其实这个这个 很多情况 其实这个这个下人呢 都不如那些 牛啊羊 因为在我们中国 自古以来就是农耕社会 对吧 这个牛能干活啊 所以说他是一个生产工具 所以说呢 呃我们中国其实在 很早之前 他是基本不吃牛肉的 你就好比说 我们比如说 我们现在用电脑 哪有吃电脑的呀 那么因为他 他就生产工具啊 所以说呢 在古代其实不吃牛的 他都是一个 比较有力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呢 在古代那个时候 其实人都不如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牛之前啊 说白了 那么所以说这个 壁仆这个情况啊 是古代的情况 而且当时他们都是有 要牵这个卖身器的 要牵这个卖身器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呃 在古代 他是有这样的情况 用器材来代表 就好比说呢 这时候财产 我可以随意的买卖 我可以随意的交换啊 所以说呢 这个是在古代的情况 包括下意啊 等等啊 那么呃 就是但凡我所趋使人啊 都用器材呢 来去进行代表 那同样期待还是什么呢 来看什么货宝啊 珠宝啊 货财珠宝啊 什么金银啊 等等啊 就但凡之前的 但凡之前的 都会用器材 来去进行代表啊 那么同时呢 器材他还会代表什么呢 来看 器材为我克制 做成的器材 代表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 这个呢 也是器材呢 常用的一个店 器材为私人物品 好吧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 最最重要的点 就是器材呢 它会代表 这个这个饮食 它会代表粮食 食物 酒水 这个呢 是器材啊 用的比较多的店 同学们呢 要去牢记一下啊 牢记一下 那么同时呢 器材代表观察力 啊 观察力 这个很重要啊 同学可以记一下 这是器材呢 能够去代表的 那么好 我们站往下 下面 子孙姚 那么子孙姚呢 它是为我生者啊 我生者 受我所庇护的人 所以说呢 它会代表什么 女啊 女婿啊 什么侄子啊 外省啊 门徒啊 就是饭职晚辈 啊 饭职晚辈 这呢 是我们子孙呢 经常会去用到的啊 经常会用到的 包括我们 比如说 男生女生是一样的啊 你是女儿啊 什么外孙子啊 外孙女啊 等等 饭职晚辈啊 饭职晚辈 都是子孙 好 站往下下面 沾忠臣良将 到这儿 同学不太懂 说老师 哎 不对啊 子孙怎么能是 忠臣良将呢 这一点怎么理解啊 老师太抽象了 不懂 啊 给大家去讲一下 我们再随便举一个 比如说啊 我们随便举一个 呃 呃 木火土 没举过土吧 我们随便举个土吧 来看一下 比如说拿土来举的 我是土啊 我是土 我生者为子孙 土生金 最后说呢 子孙为金 没问题吧 克我这个官鬼 对吧 木刻土 所以说呢 木在这里面为官鬼 那么好 五行上 五行上 金是不是一定克木啊 那么六金上 子孙是不是一定克官鬼啊 官鬼 它是什么 官鬼我刚才提到 它有代表乱成贼子的情况 乱成贼道 这种情况 那么怎么样 我子孙可以克官鬼 我子孙可以克官鬼 所以说呢 这个子孙呢 他会去伤害掉这些不好的啊 会去干掉这些呃 对我不利的东西 所以说呢 子孙他去能够解决掉这些乱成贼子 为忠臣 为良将 同时呢 也代表医生 医药 怎么理解啊 官鬼的鬼代表疾病 代表问题 代表麻烦凶险之事 所以说呢 这个官鬼啊 也会代表一些疾病 所以说呢 我子孙克官鬼 好比说 你有病 我有药 你有不好的事情 我有一些能够帮你解决不好的事情的东西 所以说呢 子孙呢 往往会代表医生 医药 医疗器一些 这些能够实实在在真正解决问题 解决麻烦的东西 这个呢 也是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子孙呢 能够去代表的 这个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 也比较重要的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再来看 刚才所提到的官鬼 这个书上其实讲的并不是很全呀 这个官鬼 除了这个 他所举的一些之外 还会代表什么呢 我去讲两个比较重要的 其他的呢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中呢 慢慢去来补充 这个官鬼啊 有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但是说上没有写 就是领导 这个竟然会用到 官鬼代表领导 上司 老板 就是这些管理的领导 都用官鬼来代表 而且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官鬼呢 当我们在这个疾病相关的挂想中 在疾病相关的挂想当中 这个官鬼呢 他会代表我们的一些 就是一些不好的 伤灾呀 意外呀 包括我们一些 各种各样的疾病 各种各样的疾病 所以呢 当我们再次和人身体健康相关 和人相关的事情 我们呢 特别不希望官鬼 在挂想里面出现一些不好的情况 因为当他出现问题了 也会对于一些不好的情况 这点可以记一下 官鬼为疾病 官鬼为一些麻烦问题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说呢 我子孙能够解决麻烦 能够干掉问题 所以说呢 我是一生一样 能够真正去解决问题的这些东西 那么同时呢 官鬼啊 刚才讲了还在调贼道 那么这时候子孙各官鬼 子孙干了什么呢 代表我能去干掉贼道 你是小偷 梁氏君子 我能去抓小偷 所以说呢 子孙呢 网络学代表警察 代表警察代表 代表这些法官 法院 这些工作者 他呢 都是我们这些子孙呢 能够去代表的 那么同时呢 还会代表僧道 兵族啊 僧道你可以理解嘛 抓鬼的 兵和族啊 这些子孙 建议子孙来代表 后面再往下 六勤六畜啊 也会用子孙来代表 包括呢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 养的宠物 猫猫狗狗 他呢 也会用子孙来去代表 比如说 这个这个 有可能有疑问 邵老师 哎不对呀 我生这子孙 我是人呢 我是人 怎么能生出猫猫狗狗 能生出小动物呢 这不理解了 对吧 还是一样 这个生啊 同学们不要把它 立为生育 立为生养 这个不对 生对吧 理解为代表对方好 对吧 照顾 代表避活 对吧 养育 对吧 比如说现在养猫养狗 比如说养狗 你得天天去溜他 你去养猫 你去尘食 还得喂他吃的 喂他喝的 你要去照顾他 要去抚养他 要去养育他 所以说呢 是通过这个点 来去代表的 并不是生育 并不是十月怀胎 那个生育 跟他没有关系 这个生是这个含义 一定代表 好吧 我们葬一下 子孙为福德之神 为治鬼之神 为解忧之神 所以说呢 子孙他是能够 克掉官鬼的 克掉问题 克掉麻烦的 但同时呢 又为波关隐之之神 什么意思啊 官鬼啊 他可不一定 只代表的一些 伤灾意外不好的东西 对吧 官鬼呢 同时啊 也会代表工作 在女侧 也当中 也会代表那个男生 你是男朋友也好 老公也好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现在这些 同样去注意 每个六亲 他可没有好坏 说老师子孙 他这样都是好的 这个官鬼是不好的 不对啊 不对 他们代表还有很多 有代表正面的信息 有代表负面的信息 所以说呢 官鬼啊 当他代表我们不好的 比如说疾病啊 伤灾意外那是不好的 我们需要干的他 要去把它这个解掉 但是呢 如果说他代表 是一些正面的信息的话 如果说呢 他会代表工作呀 代表这个男朋友 老公的时候 对吧 我们不希望他受到伤害 对吧 我希望的工作一路高升 我的仕途非常顺利 对吧 我希望比如说 一个女孩子说了 我嫌我的男朋友 嫌我老公 对吧 事业啊 或者他这个人 非常好 越来越有才啊 越来越厉害 那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子孙呢 他就不能去伤害了 啊 所以说呢 怎么样 现在我们那个子孙呢 他虽然有这个 波关影子的含义啊 有这个波关影子的含义 但同时呢 他也是怎么样 能够去代表一些 正面的信息啊 正面信息 代表这个啊 这个这个 就是子孙 他本身啊 有这些能够去解决掉 不好东西的正面信息 但同时呢 他也会把一些 好的东西给伤害了 好的东西给伤害了 所以说呢 也会代表一些负面的啊 负面的 能够把我好的 把我喜欢的 给伤害掉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子孙呢 他就不好了 他就不利了 他就是代表一些 有问题的东西了啊 所以说呢 说完写了啊 虽然子孙是福神啊 当然不一定 对吧 要去看他 他在里面 具体的起的作用啊 诸事见之为喜啊 独占功名几之 那其实也不光光 这个占功名啊 将功名有好多的时候 他都是一个不好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女策姻缘 这个时候 这个子孙呢 他也不好了 包括呢 还有很多我们后面 所讲的情况 子孙呢 他也会在里面 起了一些负面的 一些不好的情况啊 不好的情况 这个点呢 同学们要去记一下 就是每一个六亲 都是没有好坏的啊 都是没有好坏的 要去区分他正面信息 和负面信息啊 才能去确定 所以呢 每一个包括 我们这样讲的 深刻没有好坏 充合没有好坏 都要去看 他在里面起了的作用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呢 都会去详细论述 都会去详细讲 好吧 那么好 这里面再给大家补充啊 现在子孙呢 当我们在这个 财运相关的卦象当中 在财运相关的卦象当中 他呢 也有点重要 这边来去看一下 为什么呢 来看 思考一下 我们刚才所讲的 我们再随便举一个 比如说随便举一个水吧 比如说来看 水是生木的 我是水 对吧 我生者子孙 我克者 水是克活的 我克者为奇才 对吧 那么现在五行上 木会生活 六行上 子孙呢 一定会生奇才 那么在财运卦当中 这个奇才呢 就代表钱 什么意思啊 我通过子孙可以生到钱 我通过子孙可以怎么样 得到钱 那么你怎么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 开公司的 你是一个做买卖的 你怎样得到钱呀 是不是通过很多客户呀 十个 八个 百个 越来越多的客户 给你生到越多越多钱 所以说呢 子孙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 他会把客源 代表财的源泉 就是财源 财的源泉 这个很重要 那么同时呢 子孙怎么样 他能生到财 通过子孙可以得到钱 通过子孙可以得到钱 所以说呢 子孙呢 他也会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所说的一些 生财之道 来财的方法 赚钱的手段 能够真正去得到钱的东西 这个也是子孙 非常重要的一些 生财之道 来财的赚钱的方法 比如说一些 我们说的一些技艺啊 技术啊 技能啊 等等啊 这些都是子孙所代表的 比如说 我们举例子 比如说 什么可以赚钱的 什么手艺啊 比如说这个广告词里面说的 什么什么 新东方的厨艺蓝响的挖堆机 对吧 通过他可以去赚钱 对吧 他就是你的技术和能力 他就是你的生财之道 是你赚钱的东西 或者比如说 你是一个程序员 你有这一方面的子孙 有这一方面的技术和能力 你可以通过 比如说 给别人写程序啊 给别人维护程序啊 等等啊 维护往来往前啊 等等啊 来去赚钱 比如说你画画的 你有这一方面的技术和能力 你可以怎么样 通过给别人画画来去赚钱 这个就是生财之道 赚钱的方式方法 这个呢 也是子孙能够去代表的 当然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六亲能够代表万事万物 我们今天呢 就是挪了一个大框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内容 很多很多六亲呢 他所代表的东西 需要呢 我们后面去慢慢通过 我们的课程去逐步讲解 但是同学们一样明白一点 现在六亲 他可并不是什么子孙 七财兄弟啊 不是这些 而是什么 我生者 我克者 克我者 我克者 以及呢 笔合者 这个才是真正的六亲 同学们 要去明白我们 义学的本质含义 要学会理性思考 而不要人云亦云 三人成虎 这个呢 是非常不利 我们去学习义学的 要怎么样 在人通辩 要去怎么样 制造变通 而不要去学死知识 不要把东西学死的 要去有一个灵活的变通 要去明白它的 真正所代表的 本层的含义 要明白它的底层的逻辑 好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今天课程 然后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作业 第一个作业 推理六亲间的关系 任意一个都可以 第二个 第二个 不需要在这排卦 来去思考 这两个卦 你要测了 比如说 你关心什么 你关心哪些事情 关心哪些方面 用大白话告诉我 不需要用另行表示 用大白话告诉我 这两个事情 你要关心什么 你要去思考哪些问题 用大白话告诉我 好吧 这是作业 然后呢 我们课程呢 就上了这 同学们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